您看到的真实影像发生于1990年广东白云机场 21岁的蒋晓峰仅凭一根火柴 让三架波音飞机毁于一旦 还造成了128人死亡的悲惨结局 连歹徒自己都没想到 他仅用一根火柴就能让所有机组人员听命于自己 此人结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1990年10月2日早上7点 厦门机场的8301航班刚刚起飞 它的目的地是广州的白云机场 此次使用的机型是波音737 飞机上的很多乘客都是打算去广州旅游的 刚开始所有人都觉得这会是一场愉快的旅行 而坐在16排地座的蒋晓峰却不这么想 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的表情严肃 眼中透露着凶狠 飞机起飞之前空城还注意到了此人 并且亲切地关心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蒋晓峰什么也没说 随后空城还嘱咐了他一句有什么问题随时叫他 空城并不知道此人是一个逃犯 当时的居民管理系统并不发达 一代身份证还没办法进行数字化管理 蒋晓峰也利用这一点成功登上了飞机 他心中正在规划一个伟大的计划 劫持飞机 然后飞往台湾 因为他本就是一名逃犯 再加上他厌倦了大陆的生活 他觉得自己只要到了台湾一切就会好起来 早上七点半 此时飞机已经运行了半个多小时 蒋晓峰从座位上起身 并告诉空城自己想要去厕所 随后他从行李箱中拿出了一个黑色盒子 并告诉空城这是自己的药 空城也没多想就放他离开了 谁也没想到他的目的地根本不是厕所 离开座位的蒋晓峰拿着黑色盒子闯进驾驶室 他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火柴 然后告诉机组人员说自己带了爆炸物 只要点燃火柴所有人都会丧命 当时的飞机驾驶舱不像现在 只要上锁就无法从外边打开 90年代没有这么先进的技术 飞机的舱门虽然有锁 但是很容易会被外力冲开 就这样蒋晓峰大摇大摆地闯进了驾驶舱 随后他把其他机组人员赶出驾驶舱 只留机长一个人驾驶 机长一边驾驶飞机 一边耐心地劝导蒋晓峰 还询问蒋晓峰想要什么东西都会满足他 不要随便拿一飞机人的性命开玩笑 蒋晓峰也没想到 自己只用一根火柴就下住了飞机上的所有人 其实他的黑色盒子里根本没有炸药 如果有炸药他早就在过安检的时候被拦下来了 随后蒋晓峰威胁机长 让飞机调转方向飞到台湾 机长也非常耐心地和他进行周旋 并告诉蒋晓峰 如果此时改航到台湾的话燃油不够 提出可以先到香港机场加油 然后再送他去台湾 可蒋晓峰并不同意机长的观点 在蒋晓峰冲进驾驶舱后 他仅用一根火柴就下住了机长 毕竟飞机上还有一百多名乘客 机长此时也不敢不信 因为飞机上的燃油不够飞到台湾 所以机长提出可以先在香港降落 加外油之后再送他去台湾 可当时的蒋晓峰并没有答应 机长无奈只能开着飞机在空中盘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燃油也在不断变少 机长立马向蒋晓峰说明情况 如果再这么僵持下去 飞机的燃油一旦耗尽 所有人都会丧命 蒋晓峰听后强势地说道 现在就赶紧往台湾飞 飞到哪是哪 蒋晓峰以为只要沿着直线飞行 飞机的燃油肯定能支持到台湾 可他并不知道当时的内地和台湾 还没有三通 如果开着飞机直接飞到台湾 就会惊动台湾的防空战斗机 机长表面上答应了蒋晓峰 其实他只是操控飞机在白云机场的上空盘旋 蒋晓峰并不知道航天相关的知识 飞机如今在云层之中 也没什么东西能让他参考坐标 于是他就以为机长真的在往台湾飞 心里还有点高兴 以为自己马上就能逃脱警方的追捕 前往自由的台湾 同一时间机组人员 一把消息通知给了地面塔台 白云机长管制员为了防止意外 立马命令所有飞机停飞停留在原地 在飞机兜兜转转了40多分钟后 飞机上的燃料即将耗尽 机长开始忽悠蒋晓峰 说已经到了台湾 现在准备下架 蒋晓峰一听到台湾了 他心里直接乐开了话 在飞机距离地面很近的时候 蒋晓峰透过窗户看到了外边的广告牌 发现上面写的都是简体字 他虽然蠢 但是他知道台湾当地都是用繁体字的 此时他意识到这里根本不是台湾 意识到自己被骗的蒋晓峰恼羞成怒 此时飞机一旦降落 他极有可能被地面的相关人员给抓起来 于是蒋晓峰开始殴打机长 并夺走了机长手中的操纵感 此时飞机已经即将降落到机场跑道 可蒋晓峰这一闹 导致飞机彻底失控 偏离了跑道 8301次航班在失控之后 朝着停满飞机的停机坪一冲而上 飞机在蒋晓峰的无理取闹下彻底失控 直直地朝停在停机坪上的其他飞机撞去 机场的人员都被这一幕吓坏了 纷纷往远离飞机的地方跑去 正当所有人都飞奔的时候 8301次航班突然被拉起来复飞了 但这个时候已经晚了 8301航班以起飞的姿态 撞向了停在停机坪上的波音737和另一架波音757 三架飞机相撞立马发生了爆炸 波音737的机头直接被生生撞断 另一架波音757的机翼被撞成两截 惯性的是白云机场的管制员早就疏散了人群 第一架飞机里面并没有乘客 但是第二架飞机不一样 这架飞机本来是要起飞的 里面刚刚坐满了乘客 这一撞直接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现场瞬间变得混乱不堪 一片哀嚎 这次事件一共造成了128人死亡 包括劫机的蒋晓峰 三架波音飞机也全部报废 造成损失的同时 也对白云机场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事后调查得知蒋晓峰身上并没有携带炸药 最让人痛心的是这次事件我们损失了两名飞行员 警方在确定歹徒名叫蒋晓峰后 迅速展开了调查 此人1969年出生 是湖南邻里县人 制造这起劫持案时 他才年仅21岁 在事发三个月之前 蒋晓峰从自己的公司偷偷拿了17000元 然后直接跑路了 随后公司发现后 直接把他告上了法庭 当地的警方立马对他展开抓捕 蒋晓峰也开始了自己的逃亡之路 就在他逃亡的过程中偶然听到了一则消息 一个国外嫌疑犯通过劫机的方式逃到了境外 就这样蒋晓峰也想效仿这位国外大人 想通过劫机的方式去台湾 当时的机票不是有钱就能买的 还需要大公司的介绍信 蒋晓峰身为一名逃犯 他只能花钱找人弄了一个假的介绍信 因为害怕被识破 他还在登机前特意打扮了一番 装作是一名成功人士 随后就发生了这起震惊全国的白云机场劫持案 因为嫌疑人蒋晓峰在这起事故中身亡 所以法律也无法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现如今在白云机场对面的一个博物馆中 人们仍然可以参观当年事件中飞机的残骸 一个发动机 一个轮胎和左起落架 在这之后的CJ6136空难 百徒同样是携带了火柴和装有燃油的可乐瓶 他在厕所里点燃造成了112人死亡 而他做这件事的原因竟只是为了骗保 也正因为这些血淋淋的教训 中国机场的安检变得一次比一次严格 面对这些人祸 国家能做到的只有加强监管 尽最大的能力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 另外我们自己也要做到时刻保护自己 去掌握一些在关键时刻的救命的知识和技能 即便一辈子都用不到 也总比不会的好 就像这次的劫机事件 如果飞机上能有人说一些话做一些事 及时地把歹徒控制住 最后也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会说到这些人祸子都用不到